两个男人抬着大神像走上楼梯 把他放到实验室里 然后打开机器 熟练地拨动开关 等机器充能完毕 按下开关 一道绿色光波闪过 大神像不见了 他们赶紧跑了过去 拿起放大镜在地上找了起来 终于找到了缩小一万倍的大神像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机器还在继续补充能量 还对准了他们的屁股 随着机器不停地震动 保龄球掉了下来 他不停地滚动 正好落到开关上 下一秒 大神像不断变大 大壮还以为机器失效了 不甘地站了起来 可他一回头 窝了个乖乖 前面的机器变得无穷大 他们不可置信地大叫起来 原来他们被缩小成米粒那么大 正在这时 妻子回来了 听到楼上有动静 就走了上来 差一点就踩到俩小类 这时机器充能完毕 又一颗保龄球掉了下来 他们瞬间被缩小了无数倍 两人都吓傻了 小美更是晕了过去 他们得赶紧通知孩子们 顺着椅子不停地向上爬 这比爬山更有意思 小帅沿着木棍跳到了窗户上 本以为孩子们看到汽车 就知道他们在家 可汽车的刹车坏了 然后不停地向后倒 通过无人驾驶技术 精准地停到了车位里 这时看到旁边的风筝线 捆上个大蜻蜓就滑了下来 可能四个人太重了 他们重重地摔到了阳台上 之后走到旁边的桌子上 可这么高的桌子 该怎么下去呢 这时大壮发现了 儿子的鲨鱼跑车 看着长长的滑梯 他们有了个大胆的计划 这是一款限量版跑车 四人系好安全带 身体向前用力 慢慢滑动起来 速度越来越快 比过山车还要刺激 一圈圈的不停旋转 还要小心各种障碍物 是他们有生以来 最惊险的一次兜风 最终他们飞出跑道 被高高地抛了出去 然后从高空落下 幸好落到了衣服筐里 不过刚站起来 就被晃倒了 原来是儿子来收衣服 他把筐子扔到地上 然后和弟弟一起抬着走上楼梯 爸妈就跟坐船一样 不停翻滚 差点吐了出来 最后筐子被扔到地上打翻了 爸妈几个翻滚后爬了出来 他们竟然在地板上 发现了蟑螂屎 还恶心的把它弄碎了 这时他们听到一阵响声 抬头一看 居然看到一只蟑螂 快速朝几人爬了过来 吓得他们赶紧逃跑 过了一会儿 看出头来查看情况 发现蟑螂堵在了门口 于是他们钻进一个洞里 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具蟑螂的尸体 眼看蟑螂就要爬过来了 他们赶紧向里面跑去 可小美踩到了黏乎乎的东西 蟑螂还爬过来想吃掉它 见妻子有危险 大壮赶紧过来帮忙 可蟑螂不停地攻击着小美 幸好在大壮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逃了出来 而蟑螂则被黏住了 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这时小山捂着肚子爬上楼梯 突然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大人们则是一脸地紧张 原来他的老毛病犯了 必须尽快吃药才行 其他孩子在楼下举行派对 没人注意到小山的情况 他们必须下楼拿药才行 可什么才能下去呢 看到眼前的泡泡机 他们有了主意 看着眼前不断转动的泡泡机 两个女人走了过来 用力一跳钻了进去 下一秒 他们就进入一个巨大的泡泡里 不停地飞啊飞 最后成功落到了地上 两个男人顿时信心大增 也跳了进去 成功钻到了泡泡里 可孩子突然走了过来 打开了电扇 泡泡顿时飞了起来 而且越飞越高 一不小心撞到了电灯上 正好落到下面的牛奶里 正当他们庆幸时 孩子们拿着薯片不断伸了进来 他们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差点被孩子们吃了 幸运的是 他们被一个孩子挖了出来 撒到了桌子上 这才逃过一劫 另一边 小美想爬上桌子找药 却遇到了一只大蜘蛛 走过去一看 蜘蛛被网缠住了 二翠用小刀弄断蛛丝 小美负责吸引蜘蛛的注意力 还用手摸了下蜘蛛 最后盛着蛛丝爬上了桌子 成功找到了药 他们大声呼叫 小山终于看到了他们 可因为没有吃药 他晕了过去 这时 弟弟想起香蕉里含有假元素 立马掰成小块 让小山吃了下去 没一会儿 他就醒了过来 他说在桌子上看到了缩小的爸妈 就在这时 外面乱成一团 跑出去一看 熊孩子们把书扔到了地上 打开音箱 疯狂地搞起破坏来 女孩非常生气 说现在聚会结束了 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可他们就是不走 还欺负起小杰来 这时大壮跑到芯片里 弄断音箱线路 一阵刺耳声音传来 小帅的声音传了出来 说我是上帝 你们再不离开这里 就要受到惩罚 你们几个孩子实在太过分了 马上立刻离开这里 他们吓得跑了出去 孩子们用放大镜找到了爸妈 然后把他们放到地上 按照纸条上的操作 一阵蓝色光波闪过 爸妈成功变大了 从此之后 他们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理解对方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avant之外 根本已经猜浑了 这个人 并且